比方说你特别喜欢吃榴莲 榴莲的显现 它只就是一个水果 这个是你过去有这个业力 所以它显现出来 这个一刀几性它没有什么好坏 那你认为说这个榴莲是很甜美的 是很好吃的 那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这个就为是所变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骗气所执行 这个就是为是要破的部分 因为身为榴莲 它没有所谓的好坏 也没有所谓的甜美不甜美 它没有这种东西 这个是你个人加上去的 不喜欢榴莲也说这个味道很臭 其实榴莲也没有所谓的臭 也是你个人的分别加上去的 所以在为是学的观念里面 它把以宙间分成为是所现 跟为是所变 一切万瓦是我们心所变现 那么为是所现这一部分不能破坏 因为它是一个因果的道理 但是为是所变 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心 这一部分是我们所要破坏的 所以为是学的空观是空掉什么 空掉心中的名言分别 破片气质 为是学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因为弥勒菩萨喜欢明文喜欢利养 他认为这个东西会给他快乐 那么这个日夜灯明主导就告诉他说 明文利养别人对你的赞叹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把它认为说 这个是快乐 他本身没有快乐 这正德大师说 财色明三个法 我们认为 我们凡夫喜欢好药 喜欢嘴酒 就像什么 就像狗孽枯骨 一个很干燥的骨头 没有味道 那么这个饥饿的狗呢 去咬这个干燥的骨头 一只咬一只咬 咬到最后把嘴唇咬破了 咬破以后就流血了 那就吃到你自己的血啊 你就说哇 这个骨头很甜美 其实你吃到是你自己的血 也就是说 这个世间的武艺本身没有快乐可言 它不像三宝 佛法身三宝是真实的功德 你看我们的心跟佛法接触 我们会产生伐喜 这不是我们的妄想 而是本来就会产生功德 因为三宝本身就是一种功德相 但是武艺不是功德相 那么它之所以让我们产生快乐 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念造出来的 我们认为是很快乐 所以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妄想 来带动自己的快乐 这个就是骗记所之心 那么这个日月当明火意思就是说 你追求世俗的明文立扬 你认为这个是安乐 那其实是你自己的妄想颠倒 捏造出来的 它本身不是一个功德相 那就是肖大修 尾心事关来对峙这一部分的障碍 嗯 谢谢观看